大家应该都记得 当年张艺谋导演有一部电影 这个电影里面有三样东西 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个是周董的菊花台 还有一个就是从头到尾满屏幕的菊花 以及一个一个的大波妹 但这个电影的名字很考究 它出自唐木的一个盐贩子手里 皇朝生于唐县宗 元和十五年的曹州 也就是今天的山东合泽 他们这一家子 世世代代都是盐贩子 之前众能异商那几 我就提到过 古代卖丝盐是一个什么样的重罪 按理来说 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 皇朝一辈子注定和仕途无缘 可偏偏的这个盐贩子家里面 出生了一个爱后折腾的孩子 皇朝打小的就喜欢练舞 顺便喜欢看看书 小小年纪就写下了 他年我若为清帝 暴雨桃花一处开 这样具有不和谐意义的诗句 因为这个文学天赋有限 所以皇朝多次参加科举后 成绩并不理想 回到老家的皇朝 继续搞起了家里面泛岩的祖业 按使之乱以后 唐皇朝的官仓里面的钱 实在是少得可怜 所以朝廷就加强了官盐专卖 严厉打击贩卖私盐 这样的行为短时间之内 让朝廷的收入有了很大的提高 可是盐贩子们的生存环境就恶化了 这帮人就成了当时王朝的不稳定因素 稍微有点阴风就立马点归火 比如唐大中十三年 浙江地区就出现了 盐商巨重三万人反抗朝廷的事件 到了唐一宗年间 全国天灾频发 朝廷为了筹钱治理天灾 加大了税收 这样的操作 让更多的灾民变得穷困潦倒 以至于百姓恶朴 无处申诉 这就给了那些不满朝廷的盐商们的可乘之机 前复二年 盐贩子王先知起兵返唐 先后攻占了曹州 蒲州等地 就在这个时候 民间又闹起了假新闻 说金色蛤蟆 争农眼 翻阙曹州天下反 这话朱元璋听起来就很赞了 因为这和后来元朝末年 黄河里出来的那个末道十人一只眼 此物一出天下反 几乎是一个套路 这个话一出直接让大唐的民间沸腾了 作为同行 黄朝也在当年的六月份 聚众响应 短短几个月就有几万人参与进来 从这个数字就能看出来 大唐后期的民间生活状态真的是很糟糕 唐皇朝当时立刻派平如节都使送回平叛 他呢趁着王先知外出打劫 就立刻掏老窝 击破了叛军主力 随后立刻上出朝廷 说王先知被干掉了 百官一天就赶紧进宫拍皇上马屁 表示祝贺 没成想第三天之后 地方官商报说王先知没有被干掉 都抢到我家门口来了 并在一个月之后攻占了汝州 让东都洛阳人心惶惶 对于朝廷而言 叛乱如果打不过 那就只能安抚了 前复四年 唐其中下朝说 只要你王先知老实点 我就给你封大官 王先知一听就乐了 毕竟起名反范 竟然还能够得到一个正式编 这可是没讲到的 但皇朝等人呢却破口大骂 说毕竟咱们是拿命陪你玩 你却要去当大官 那我们怎么办 王先知一听这话也没招 为了安抚部下 只能拒绝赵安 收买不成 那唐王朝只能接着打了 第二年 王先知被官军抓获 在长安被斩杀 老大没了 叛局只能再找一个老大 这个接班的就是皇朝 皇朝被推举为冲天大将军 便改元王吧 这个时候 华北地区已经被大唐收获 皇朝只能够领兵南下 这个家怀真能走 一口气就跑到了广州 他本想占据这个地区 拿这当大本营 可那个时候 广东的开发还没有完成 这帮北方人来了之后 水手不服 没了很多人 皇朝只能领着一帮人 打向了桂岭 控制岭南一带 到了广明元年 唐军一路南下 皇朝又不得不跑到了江西 到这儿 皇朝几乎是走遍了 中国的三分之一 他也是跑不动了 于是一边向朝廷请降 一边拿钱贿赂唐朝的将领 这唐军将领拿了钱 以为大功告成之后 就撤兵了 在前脚刚走 皇朝立马反击 一下子拿下了浙江 在这一年的十月 打向了洛阳 眼看局势不妙 前几天还乐呵呵 以为评判结束的唐其宗 只能丢下长安 和当年的玄宗一样 跑向了四川 皇朝一举 兵不续任攻下了长安 几天后 在大明宫韩元殿 登基称帝 国号旗 改元金筒 大赦天下 到这儿 皇朝当年那去 满城近代黄金甲 几乎成了现实 可农民习这个东西 在封建帝制时代 始终有它的局限性 这帮人呢 进了长安城 没两台就打起来了 皇朝的部下 朱温在打仗的时候 被唐军包围 皇朝听了呢 也没打算救 这朱温就不干了 干脆放弃朱队友 果断投降朝廷 朱温这个人 我们之前 可是提到过很多次 这种时候 非常狠辣的人 本来他就对 起义军了如尊掌 在他的帮助下 唐军立刻反击 第二年四月 各路节度使率兵 聚集到长安 十四号 皇朝备阔撤离 又打起了游击战 中和四年六月 他被李克用 追到了泰山 在泰山东侧 狼虎谷内 拔剑自刎 皇朝之乱被平定 皇朝之乱 堪称是太平天国以前 在一个大一桶王朝 尚未被颠覆的时间 对社会破坏 最严重的一次起义 从南到北 几乎把中原大帝 打了个遍 最终也没能够 颠覆唐王朝 只是让大唐 彻底沦为百姓的炼狱 唐王朝 也进入到了倒计时 对